7月21日张九南停演半年的词条被网友冲上热搜,原因是张九南被前妻投诉,北京文化管理局对德云社进行约谈,并对张九南做停演处理。 停演至2022年12月31日近半年的停演时间对于演员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打击,许多网友对于张九南停演的真实性也发生了质疑,也联系北京文化管理局进行核实,张九南真正停演原因是德云社内部的处罚,而并非北京文化管理局的处罚。 事实上德云社被约谈的真实原因是德云社最近发生事件比较多,将其约谈也是为了解情况并非是处理张九南,而且如果张九南被北京文化局停演,官方也会发出正式的通知,并不会一声不响的就将张九南停演。 张九南停演是德云社的内部处理结果,至于是否是半年还不得而知,虽然不是文化管理局做出的停演决定,但如今的张九南确实是被停演了,不少网友也为其惋惜,如今张九南怕也是无缘时对队长了, 就像李九春说的那样熬过去出头,熬不过去出局,如今虽然没有出局,但想要出头怕也是非常的困难,希望张九南能踏踏实实地坚守在小剧场的舞台,停演期间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,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